一般,如果我们细心,冷静观察,在医院里面可以看到,一个人临走的那个样子,走的时候很安详,必定是段无休闲,急功累得。 他才有这个想啊,心行不善,心眼跌则是卧象。 那,你看这个地方,将人临走,摄神是第八识,第八识做不了主啊。 二类也是寒藏的,像我种子都跑出来了。 如果这个人,平常说,我多善少,那我的种子全跑出来了。 善的种子没看到? 别多我都。 啊,如果善我种子同时都现前,那就不知道最后是哪一个种子引导它。 啊,如果是善种子,人天佛宝,不善的种子散我都去了。 啊,现在这个社会。 啊,现在这个社会。 我们翻译一下,我们翻译一下,这一天当中,啊,从早到晚,十几个小时。 是善念多,还是不善的念头多。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 。 如果不善的念头多,这,现在一口气不来。 不善的念头,就带我们到三无道去了。 啊,很可怕了。 很可怕了。 这不是小时。 啊,我们不想到三无道。 念念是善念。 不善念念头,不善,不起。 这个好。 啊,为什么要起不善念头? 那当然最好,念头统统归到佛后。 啊,念头采取,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。 啊,不让念头存在心上。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,好啊。 啊,那么何其悟念,何其邪尽。 这都是读,三无道的。 啊,何生细念。 心上对于这个世间有贪念。 这里头,大概,最多的是亲亲。 舍不得离开啊。 啊,这为什么。 印族常常开始。 念佛人临总。 家秦眷属不要在身边。 啊,在身边照顾的时候,最好都是联友。 同餐道友。 啊,他们懂得。 啊,家秦眷属。 很容易引起他贪念。 啊,难选难分,好了。 这就悟到去了。 这很可怕。 啊。 啊,那么有,常狂。 啊,常狂大概都是到地狱。 啊,坐卧太多了。 卧习气,通通,在这个时候,气线线。 啊,是火香飞烟。 不是一种很多啊,都叫做颠倒。 可见,凡夫也种了。 临总之计,更多颠倒。 佛仪四大枯比,痛不可言。 这就是病痛。 啊,神识离开身体。 当然,我们没做经验。 但是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说。 啊,我们的神识离开身体。 那个痛苦,就像生归脱科。 举了这个比喻。 啊,乌龟。 河的乌龟,把它的苦拔下来。 你想想看,多痛苦。 我们神识离开身体,就这样。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事情。 那我们想,躲避这一关。 唯一的方法,就是幸运痴迷。 这要在日常生活当中,天天看。 那,准备好。 那,我走的时候,没有干扰。 啊,像海仙老人,非常自在。 说走,就走了。 啊,看到佛来接引,就跟他走。 啊,这个身体没有留念。 丢掉了,不要了。 这解脱。 啊,所以。 如果是,有病苦。 啊,有死苦。 痛不可言。 何能真念之明。 这个时候最怕的,是祝念。 为什么? 怕灵命中是痛苦。 让你佛号提不起来。 想不起来。 啊,光是顾到病痛了,这就坏了。 啊,这就需要祝念。 啊,祝念不是没有用,是管用。 啊,但是,不需要祝念,当然最好。 自己,有把握。 这个把握,决定是,阿弥陀佛来给你有点好的。 啊,连几点,几分几秒都不会错。 我会告诉你。 你那个时候,见到佛,与大众,来迎接。 啊,欢欢喜喜走了。 这边世界忘掉了。 啊,绝不能想这边世界。 一想,佛菩萨就不见了。 六大轮回就陷进了。 你是这多可怕。 啊,所以,不能持名,获得往生。 啊,你念佛把念佛都忘掉了。 你就不能往生。 故知,凡夫往生。 非贫自立也。 全障弥陀,大愿驾疲, 领步颠倒,实能往生也。 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。 啊,我们要肯定自己是反复。 不要以为自己功夫不错。 啊,自己真的功夫不错,常常见佛。 啊,但是那是真功夫。 啊,如果是假的。 啊,如果是假的。 你就被妖魔鬼怪欺骗了。 他会献佛的像来诱惑你。 啊,来引导你。 啊,那不是真的。 啊,你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啊。 啊,你看到谁来接应。 彪丝如来接应你了。 你天天想地藏复杀,地藏复杀来接应你了。 那都不是真的。 你修净土的,决定是西方三神的。 本尊呢,不能是别的佛菩萨。 别的佛菩萨是某种的。 啊,要清楚。 见到别的佛菩萨, 还是念阿弥陀佛,不要理会。 不能跟他去。 啊,要加进念阿弥陀佛。 啊,求阿弥陀佛来接应。 啊,所以,全帐。 弥陀,大悦,加疲。 你不点头,不点头。 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 这是神的往事。